第1461集 王虎契机返校叫来一名护卫 他根本不需要多说什么 护卫就已经明白什么意思 整个人迈开脚步来到叶晨的面前 心俏镜的气息直接爆发出来 面对叶晨他根本不想动手 直接用气息碾压致死就可以了 然而叶晨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脸上也没有任何痛苦的神色 心俏镜的威压 在他面前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 王虎的护卫眉头轻微一皱 没想到对叶晨造不成任何伤害 找死 他有足够的自信 一拳头直接把他打趴下 叶晨的一双眼眸看不出任何的变化 在心俏镜强者冲过来的时候 只不过脚步一踏 一股无形的杀意凝聚 在两者相互接触的一瞬间 一道身影直接飞出去 这一幕惊爆了大家的眼球 关键叶晨都没有出手啊 众人无语 王虎见到这一幕也有一些傻眼 他的护卫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然而却承受不住叶晨的气息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话 他根本都不会相信 我愿意出五件时空之兵 至于王少爷 只不过三名女子而已 以你的身份随便都能找到 何必跟我争呢 叶晨不愿意把事情闹大 距离摩尊帝宫只剩下最后一段路程 打算把一一救下来 就想办法混入里面 若是惊动了君魔尘 会产生极其不必要的麻烦 不好意思 现在已经不是人的问题了 王虎脸上无光 现在关乎的可是他的脸面 若是真这样灰溜溜的离开 他还怎么混 叶晨眉头紧锁 眼眸里面闪过一丝冷芒 他已经很给面子了 你们一起上 我就不信对付不了这个小子 王虎对着其他护卫开口说道 看着众人冲来 叶晨无奈地摇摇头 好在他恢复得不错 神魂已经好很多了 他不再犹豫将魂迹直接释放 傻神海 不到一息的时间 所有人都已经倒在地面上 围观的众人一个个张大嘴巴 犹如傻了一般 王虎看着护卫七零八落地 倒在地面上 内心里面已经彻底凌乱 这还是人吗 叶晨一步步来到王虎的面前 毛子充满杀意开口说道 现在这三名女子 我能够带走吗 王虎眼眸里面闪过一丝胆怯 但一想到自己的父亲可是中年男子 他不相信叶晨敢出手 我父亲可是城主 君魔臣直接授予的城主 你最好把三名女子让给我 要不然 王虎的话还没有说完 叶晨一巴掌已经抽过去 我现在问你 他们三人我能不能带走 王虎被一巴掌打得有些懵 到现在都没有缓过来 我的父亲可是 回应他的同样是一巴掌 此刻他的脸颊犹如猪头一样 早就已经没有翩翩公子的模样 叶晨看了一眼小贩 拿出时空之兵给他 随后抓住笼子直接离开 他现在必须要尽快离开 一旦爆发战斗 到时候他的身份根本隐瞒不住啊 一路上没有任何的停顿 直接离开城池 来到一处荒郊野岭 然后打开笼子 你们离开吧 他留下 对于这三个女人 叶晨完全没有任何的兴趣 三个女子从笼子里面走出来 看了一眼叶晨 随后转身离去 他们没有想到 这个青年竟然对小女孩感兴趣 不过在魔族 什么样的舞者都有 他们能够活命以经庆幸 等众人离开之后 依依在笼子里面瑟瑟发抖 叶晨拿下面具 恢复本身的样貌 不用怕 依依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 发现是叶晨 急忙从笼子里面跑出来 抱住叶晨 现在他的爷爷已经死了 依依认为自己唯一的亲人 只剩下叶晨 叶晨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他马上就要去魔尊帝宫 依依怎么办 他也不可能带着依依 突然叶晨想到了什么 九幽之国楚营的家族 将望月楼不光开到了神火学院 更开到了灵武大陆和魔族 而在不远处刚好有一座 楚家的望月楼 依依 等一下你不要害怕 我送你去一处安全的地方 安顿好依依 叶晨一路飞行 终于来到魔尊帝宫所在的山峰 只不过他并没有上去 他也无法上去 上面层层危险 一步踏出便是死亡 他能感知到周围无尽的杀意 极其冰冷 甚至来往之人 他见到了诸多封门境 甚至还有太虚境 这便是君魔尘的底蕴吗 如此强大远超灵武大陆 暴君之地 一不小心也沉必然陨落 这可比那密室之鉴还要恐怖 难道魔帝的肉身不重建了 绝对不行 他在想如何进入魔尊帝宫里面 一连在外面徘徊了三天 终于抓住一名修为较低的弟子 一开口询问之下 知道明天会有一个一道长老回归 关键 这长老的实力并不算太高 这让叶晨抓住了一次机会 到时候只要抓住这位长老 伪装成他的样子就可以 可是魔尊帝宫强者如云 甚至可能有斩恶和太虚境的强者 他一个心窍境又如何伪装呢 想想是容易 但是实施却是困难重重 就在这时 让叶晨意外的声音响起了 我倒是可以帮你 但是我也有条件 我的易容之术 别说太虚境了 斩恶境都不一定能发现 你别无选择 苍古一神的声音 叶晨一正 沉吟片刻还是认真的 好 我答应 你要我做什么 苍古一神微微一笑 不急 我就当你答应了 时机未到 我现在告诉你 只会扰乱了你的道心 反正到时候 不管是什么 你必须去做 叶晨隐藏在一处山脉里面 这是一道长老的必经之路 他早就已经打探好实力 只不过一名封门四层天的老者 能够在最短的速度拿下 第二天到来 叶晨发现虚空之中 一个人影出现 明显就是那位长老 对方一身黑袍 背着一个古怪的箱子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额头上面有一道刀疤 浑身阴气森森 叶晨戴上面具 整个人直接飞向虚空里面 当叶晨的身影悬浮在虚空的时候 摩尊帝宫的一道长老 停留在原地 看了一眼 发现只是一名星翘镜舞者 滚 这样的实力 他连出手的欲望都没有 然而叶晨停留在原地 嘴角流露出一丝杀意 鬼魅一般的身影骤然冲过去 在他冲过去的一刹那 兽手剑握在手中 轻刻之间抬起 摩尊帝宫的一道长老 眉头一皱 这小子是想要找死不成 星翘镜也敢对他者出手 当然他也没有在意 一个蝼蚁而已 一巴掌就可以解决掉 他冷哼一声 骤然冲过去 当两者越来越近的时候 一道长老 突然眉头紧锁 叶晨爆发出来的气息 竟然让他感觉到一丝危险 这怎么可能 现在的他来不及多想 想要再动用几分力道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叶晨手中的兽手剑 已经骤然之间落下 一剑仿佛拥有万斤之重 落在一道长老的手臂上面 血水飞溅 滴落在地面上 一道长老发出一声痛苦的怒吼 他的整个手臂都被一剑给斩断 阁下何人 我可是魔尊帝宫的一道长老 你就不怕报复 在魔族里面 魔尊帝宫就是一尊庞然大物 基本上没有任何势力感招惹 不好意思 我需要借助你的身份一用 正好我也想会会君魔尘 此话一出 那一道长老懵了 此人竟然要去见君魔尘 君魔尘可是魔族的主宰 手握无上权力 杀人淫血的存在 许多太虚境都不敢直面君魔尘 而眼前的青年 居然如此不知死活 疯子 关键这个青年的实力 竟然无法估量 自己显然无法抗衡 一道长老意识到 情况的严重性不再犹豫 手中寄出一张符文 符文瞬间燃烧 黑色的火焰包裹全身 刹那间 他便是向着魔尊帝宫而去 只要回到宗门就会安全了 然而他惊骇地发现 自己的速度竟然在逐渐地减慢 冰冷的剑翼 反如一头巨兽不断靠近 这一剑 一道长老根本跑不掉 一剑落下 魔尊帝宫的一道长老 整个人的身体落在地面上 此刻的他已经奄奄一息 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 他冰冷的眸子看向夜尘 小畜生 踏入魔族之地 你逼死无疑 就算你杀了我 魔尊帝宫的强者 还是会发现你 你的修为气息 无法遮蔽 魔尊大人 会让你承受地狱之怒 不光你 你身边的所有人都要死 夜尘微微一笑 这就不劳你担心了 雨落 夜尘一直点出 落于一道长老的眉心之上 并且无数记忆涌动 他脑海中出现了一道道 君魔尘的暴行 更是发现君魔尘手下 还有一支足以震撼一切的铁军 直接进入其中 堪比进入虎穴 自己若是被发现 必然久死一生 夜尘会退缩吗 当然不可能 此事关乎魔尊肉身重聚 那一日 若是魔尊不帮自己 他必死无疑 因为这份情 夜尘也要帮忙